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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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开始越来越随便了 随时随地就可以开始直播了 哈喽 那个前几天有看我直播的朋友的话 就知道我的今天最大的进步 应该就是把我的头发剪光了 那个感谢 淡水RC髮廊的 Ken 今天特别抽空 把我的头发终于剪得 像个样子 哈 好 还有 今天要尝试一件事情 看看 就是 看会不会成功 嗯 前几天都有人说 哇哦 还好还没有人进来 打了喷嚏 所以 前几天就有朋友讲说 好像可以就是 把 聊天室的视讯 放上去 我今天试着看看 好 这里应该就是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聊天室 进来的情况 就可以放在这里 诶 这里 应该是就可以放在这里 等一下就会出现了吧 好 这几天 一直以来再找一些新的主题 一个内容下去直播 还是不得不稍微回顾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之前的 有讲到一个关于 德国海德堡的一个性骚扰事件 然后中间 踢爆这件事情 那个人叫 吴品鱼 那他昨天已经上了 白铃果的节目 所以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白铃果的YouTube 听一下 那整个事情的始末 那我从 我从昨天忙到今天 其实我也还没有时间去听 我大概只听了 前面大概五分之一吧 那因为是第一次听到 吴品鱼本人讲话 就觉得 这个人 好开心好嗨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热衷于 就是台语文学的人 所以 他 在学所谓的 台罗文 我还没去研究 什么是台罗文啊 可能就是把台语 用罗马拼音拼出来的 就叫台罗文吧 我猜测啦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个 已经有人陆续进来看了 那如果有进来的朋友 帮我测试一件事情 拜托 就是 我现在旁边 我的人脸的旁边 有一个 就是这个 框框 这个框框 好像就是 Facebook的 聊天室的 画面 所以 丢 一个人丢三四个讯息进来 看他会不会跑动 我不太确定 如果你现在在线上的话 拜托一下 帮我留言 然后随便 丢什么都好 陈南很帅 什么都好 最近太缺乏信心 有没有 虽然头发剪了 丢什么讯息都好 拜托把我丢讯息 那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这个 所谓的即时聊天室的内容 他会不会卷动 然后在 以后的直播页面上 是不是可以直接显示出 现在大家在 聊什么 讨论什么 我来试试看 我今天试用的这个方法 可不可以walking 如果可以walking的话 以后就是 各方面的 听花姐丢了一个唱歌 好 拜托大家 随便丢什么东西 让我知道你在线上 好不好 拜托一下 哈啰 喂 既然有人 大家先陆续丢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 今天很好玩的事情 我们 我跟陈天玺 去那个 各大卖场 买东西 各大卖场都会用一些 活动 希望你可以极点换东西 这样 然后这些年 极点换东西的东西 越换越好 因为 如果你只是换一些 很烂的纪念品 大家都不要嘛 那 所以他们就开始换一些 名牌的东西 然后呢 越换越好的情况下 就需要你加价够 所以我跟陈天玺 从来都不去 都不去换这些东西 每次有收到那个贴子 我们是丢给路人 丢给别人 丢给任何想收的人 这样子 这一次因为全联 全联有一个锅子 德国的锅子 然后他这个发起人 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Alice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是他发起的 这个整个行销案 就是全联他们决定 要用这个德国锅子 来做这一期的活动 然后请到蔡依林代言 这全部都是由他发起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他发起了 所以我就决定捧个人长 我们觉得说好 那我们就来跟他好好的兑换一下 努力给他挤 用力给他挤 我们挤满了整张全年的贴纸 70点 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锅子 这个锅子是 给大家看一下 看得到吗 这个锅子 嘿嘿嘿嘿 透明一点 嘿嘿嘿 这个锅子 蓝色的 我觉得很好看 那是一个汤锅 双耳汤锅 集满70点 就可以换 加1699元 加1699元 他就可以换 然后他叫做 德国应该念SIGVAC 西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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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维克这个牌子 重点是 这个锅子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实体长这样 很漂亮 这个锅子有什么特色呢 它是整个里面都是不锈钢的 有一阵子很流行铸铁锅 它这是不锈钢的 那优点就是比较轻 导热非常好 而且卫生好清洗 跪就跪在哪里 跪在他外面镀了一层法郎 全部里面 你看外面这层蓝色的 可以看得出 这是很亮的这个法郎 里面也是法郎 这样子 里面也是法郎 很深的一个汤锅 很适合煮饭 然后 就是好清洗啊 这很很重要 重点是在于这个汤锅 我刚讲的嘛 我们集70点 我们集70点之后 然后呢 花了1699元 然后我刚回来 我真的很挺欸 我管他市场上卖多少钱 反正他跟我说 70点加1699 我就给他换下去 我根本没管他市场上多少钱 结果后来市场上我查了一下 这一颗的价钱要6000 6000多不到7000块 6400还是6900 对 所以很划算 家里如果有人想要煮稀饭煮什么 然后希望有一个清便方便的锅 好清洗卫生导热又好 而且他可以 就是因为他是法郎不锈钢 所以他可以在那个 什么电磁炉啊 或是瓦斯炉上用都没有问题 唯一不能放进去的就是微波炉 对 好 好 等下我 这个 跟小湘解释一下 没错 他就是一个是画面的剪辑 就对了党是最简单的方式啦 然后 只是我左边的框框 等下放别的东西 所以我等下调整一下好了 我再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那个 方式 然后再跟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 我这个软体叫OBS 他有工作室模式 如果现在觉得 这个画面看起来很不协调 小湘说 这样看起来好像 应该放在你们画面的左边 而不是右边的话 我就可以偷偷的做一下施工 也就是说 当我还在一边讲话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换的东西 换一下 让大家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情给换好 这个是视窗截取 视窗截取 当然我还是很难完全分析啦 就是 就是把它换好 这样子 然后 这个 好 我紧张就把它换好 我能算 我能还是坐过来一边 这边好 坐过来一点 这样等一下不会被挡到 好 预备喔 我要换咯 嘿 好 这样子就代表 我就把 那个透过一个小小的 转场功能 我就把它换好了 好 什么锅子不要50瘦 这锅子 这个锅子 我花了70点耶 70点 好像每不知道200块多少钱 才有一点 然后 然后才去 集满 全部集满之后 才花了1699买回这个锅子的 这个锅子目前是 我们打算是给 陈天玺的妈妈当做礼物啦 这是一个非常 有心机的礼物 因为我们希望他 有了这个 收了这个礼物之后 煮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 好吧 好 OK 好 锅子的部分就这样 如果大家有想到一个 我觉得德国 然后不错的锅子 重点是要好用 我觉得名牌 名不名牌是一件事情 但是这锅子本身 一定要好用啦 好清洗很重要 就不要一个锅子弄半天 好像什么 擦油保养 什么有的不的 对我就在酸铸铁锅 醉锅也是很好用啦 可是有时候就 比较麻烦一点点 所以 有这样好用的锅子 然后好清洗 然后在各种 不管是什么 电桃炉 电磁炉 只要不是微波炉之外的所有炉 他几乎都可以用 而且保温导热快速 你要炖东西要干嘛 都很好用的话 再如果缺一个锅子 可以考虑一下 用全年这个去换 这也是一样 换完为止 换完为止 好 嘿 嘿 对煮饭已经很累了 不要再弄一个烂锅子 来虐待自己了 好 现在讲一下这个事情 今天我上了一个标题 叫做治疗失恋的方法 治疗失恋的方法 我为什么今天突然有感而发 想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 每一年的某些时候 对我讲的是某一年的某些时候 我周遭的朋友群 就会开始有一种 连锁性的失恋行为发生 你分手了 你失恋了 你离婚了 你什么 很多 所以 我不晓得 就是会在某一个时期发生 前两年其实 比较少 那前两年比较少的原因 我在猜 跟疫情不知道什么关系 就是疫情 大家都待在家里 出意外的这个 几率比较低 所以 确实好像 前两年比较没有那么 这种 分手潮出现 但今年 陆陆续续有 而且 有些还蛮严重的 有些还蛮严重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失恋到底是 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我相信大家的 年纪都已经 多多少少有失过几次恋了 可是你可能很少听过这样的分类法 所以我先定义一下失恋 那种 我跟你 交往了 十年 二十年 看你 已经看到你 然后双方 决定和平 分手 或是各玩各的 这个不叫失恋 这个不叫失恋 我定义的 失恋的 方式是 就是由一方片面决定的断绝关系 而造成另外一方的感情上的 或精神上的伤害 我觉得这才叫失恋 就是由单方面发出攻击的 这才叫失恋 虽然有时候攻击不是 明着来 有时候是按着来 不一定 有时候是出轨被抓 这不一定 反而就是说 有一方出问题了 造成另外一方感情上的痛苦 我觉得这才叫失恋 好 而且这一题特别有趣 因为我有些朋友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 我看着他 从年轻失恋到老 所以我才有一些建议 有些建议 OK 那 我先来小小的定义一下 就是说 失恋有分成哪几种 等一下 失恋有分成哪几种 好 失恋的种类 做过来一点 做过来一点 脸才不会不见 我的一天进步 一点点的直播被挡住了 移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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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成这三种 当然失恋可能百百种 我大致上分成这三种 其中有种 第一种叫做暗恋很久的失恋 什么叫暗恋很久呢 暗恋很久就是说 我根本没有跟他在一起 我根本没有跟他有正式的名分 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很久 然后我喜欢他很久之后失恋 那喜欢他很久怎么失恋呢 大概只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所谓的告白失败 失恋 被拒绝 发好人卡 那第二种就是 你可能也没有告白 你心里也就是默默的喜欢 可是你心中的男神女神就 突然间有一天就明花有主了 那你也就等同失恋嘛 因为他就是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这样子 这也是一种失恋 那这种失恋的情绪啊 是属于比较 有一点 心中有一点 满足的遗憾 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说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譬如说你很想买一台跑车 或者你很想买一个 女孩子很想买一个名牌包包 可是 你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钱 去买这些跑车跟名牌包包啊 啊你就不能买啊 然后你就买不到啊 然后有一天他就被人家买走啊 怪谁 就是 就缘分就不是你的嘛 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遗憾啊 什么的 那面对这种事情 大部分很少会有人去 检讨自己的问题 就说是我不够好 我不够有钱 我不够有实力 很少人检讨自己 大部分就觉得可能 对方没眼光啊 我出手太慢啊 什么的 那但是心里的深处 也都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啊 那这些遗憾 就是要 通常会出现两个结局 一个就是说 赶快再去找下一个 暗恋的人 去把这一段遗憾给遗忘 还有一种是比较深沉的 就是他会把这个遗憾埋在心里 埋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就会出现那种什么 二十年后同学会发现 对方已经离婚 然后就发生婚外情 什么鬼的 电视局很多这样演 有没有 就是把自己当年的暗恋埋 埋得很深很深 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其中的一种 失恋 这是第一种 赏猩猩跟斗内 是不是 我看到那个和平克 跟李一群 啊没啦 我现在有跟你讲 我现在还在那个一天 进步一点点的直播 我现在对于所谓的直播业啦 还有所谓的影片制作类的东西 还在摸索 那我今天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想要留一些作品 跟说说话有关系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 会比起写文章有趣 但是我文章还是会继续写 然后影片我还想要继续录 那我现在有发现 这对我来讲有点抒压 你知道吗 就是把一些事情整理好的事情 讲出来 这种抒压的事情 因为现实生活中 你会遇到很多 你改变不了的事实 你就觉得很笃然 所以我们就要换点方式抒压 OK 好 再来第二种叫做热恋期失恋 热恋期失恋 这种比较少见 可是一旦发生 就是一种很刺激的内容 什么叫热恋期失恋呢 他有点像说 比如说好事多的某个营运客长 发现说 哇他的商品今天大热卖卖光光 就没想到隔天所有人都拿来退 呃 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很错愕很疑惑 然后有部分你会转为愤怒 这样讲可能大家更 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可以给大家一个感同身受的 就是 今天晚上新闻宣布 大乐透 中奖 就是你 比如说 我随便抓一个人出来 线上有谁 李一群 大乐透中五亿 就是你 你就看到你的号码 然后就说 哇就是你 你拿着那五亿的大乐透的对讲 整个晚上久久感动的不能自己 发现自己再也不用工作 可以给孩子好的教育 然后可以环游世界 可以让他们看到这整个 就是地球各地的风貌 五亿爽死了 隔天 大乐透说 不好意思啊 报错了啦 那个号码报错 不是你喔 扫一码报错报错 我们重新开讲 这就是热恋骑失恋 你知道吗 心中干到最高点 而且你心中会有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莫名其妙 你根本不是痛苦 就是你 你也来不及痛苦 你就心里想说 不是啊 怎么会 昨天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昨天不是已经清完稳 然后就又 对 怎么不算是恋人呢 或者说我们已经 感觉已经出去吃很多浪漫的晚餐 然后双方也经过了曖昧期 也确定关系 你也收了礼物了 然后最后你跟我说 嗯你不是对的人 啊 这不是真笑的吗 好 所以热恋骑失恋就會 那时候的心态大半就是有一种 被真笑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挫耳跟愤怒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疗不疗伤的问题 即使你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个男孩 或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 可是你那个当下绝对不是想说 我恨死他了 我怎么样 不会就是 你又想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why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不清楚 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心中就可以慢慢放下这块大石头 如果没有 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在你心中纠结很久 那大部分就是因为你不愿意面对现实 不愿意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他可能不够爱你 他只是一时冲动 他只是跟你闹着玩 没想到你就认真了 啊我告谁小 就是这样 还有 这个是一个我朋友 现在他本人应该在线上的真实故事 这个我觉得很妙 因为这个故事我居然 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只有听一遍 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已经很荒谬了 就是这种热恋期分手的故事 本身就已经很荒谬了 我居然从不同人的嘴里听过同一个版本 超强 好不好 这个版本是这样 有一个女生 他跟一个男生 热恋 然后呢热恋的情况是远距离 远距离可能就会有一些有鬼的事情 就说 可能常常联络不到人 然后无法常常见面 无法掌握行踪 在干嘛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就 发生事情 有一天这个女生就发生 这个男生其实 就是有出轨了 有别的人了这样子 所以他就想找他 对职 然后想找他分手 把事情讲清楚 我发现 这就是男女的差别 女生就很想去找对方说清楚 男生就是 约一群兄弟 然后一起骂脏话就结束了 女生就很想去讲清楚 所以女生就想去讲清楚 结果没想到 又去找他之前呢 就听说这个男生 发生了一场车祸 发生车祸 那感觉就好像 是不是 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去把事情讲清楚 感觉是不应该先把商制好 这样 所以又拖了一点时间 拖了一点时间 再去找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说他 他车祸失忆了 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子 我问你是谁 蛤 你是我前女友 你谁 我跟你交往过吗 谁啊 完全装死 完全装失忆 你知道吗 那 你说这种事情 有没有可能发生 有啦 确实是有可能发生啦 当然 不会 像韩剧这样演得这么 平凡啊 然后那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失忆的 是有机会 可是不会这么夸张 所以我就说 在我的人生故事里面 跟我 用 就是讲 跟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朋友 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喔 喔对很好 你提醒了我这个故事 就是 他只不记得前女友 和其他所有人都记得喔 选择性失忆喔 很棒 就是 很瞎 我有听过另外一个版本 原本是被摟胡啊 下福 然后 他就失忆了 就从此就再也不记得他爱了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拿来写小说啦 很棒 所以热恋奇事实验 通常就是有一种错愕 你就需要 把这个错愕 把这个原因给他找出来之后 但是你只要很快速的认清事实 就是他不够爱你 他根本没有喜欢过你 他可能跟你只是一夜情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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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这件事情 你很快就可以走出这个阴霾 好 再来 最最最麻烦的 就是爱情长跑后的失恋 甚至有的 长跑后 甚至结婚后的失恋 都有 这个是我觉得最 最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女孩子可能会讲说 哇已经浪费了我这么多年的青春 然后才这样搞我 这样对我来讲当然很伤 可是其实 不是的 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他最伤的事情 其实不是 只有年纪 原因是因为 他伤的东西叫做一个 身为人的价值观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久了 你就会产生一种价值观 应该说彼此之间 就会产生一个价值观 你可能会为了这个人而活 为了这个人而组成家庭 为了这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或是为了这个人去学一些事情 而对方当然也会 就是双方 会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 陆续形成一些价值观 就是你们两个都共同认同的事情 而这个价值观 就会让你的生活产生变化 就是你们开始会喜欢一些共同的事情 居住在共同喜欢的环境 地点 交一些你们都认同的朋友 看一些你们都笑得出来的喜剧 有些烂电影就决定一次都不要去看 然后或是有一方不看鬼片 最后一方也跟着就永远不看鬼片 很多啦 这种就是价值观 那这个价值观 建立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从马桶要怎么冲 因为某个原因要分手了 那就会很痛苦 因为就有点像是说 当年大家都说 地球是平的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 错 地球是圆的 你们这群智障 最后的结局 当然不是那些人都是智障 最后的结局就是提出地圆 所有人可能就被杀死 还有哥白尼也是 他说地球应该是宇宙的中心 动的是太阳 哥白尼就说 错 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动的是我们啊 你们这些智障 最后哥白尼死掉 所以跟价值观 跟原本现在所认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人的话 就是很容易被干掉 所以大家就知道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跟价值观 是有多困难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特别是女孩子 你可能会觉得 我搞不好几岁要结婚 几岁要生子 生完生孩子之后 我要生几个 然后我后面要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你都安排好了 可是因为这样子你要 从头来过 而且碍于你的年纪不同 可能你很多事情的安排 不能再像年轻时那么的天真了 所以这一段的情商 我觉得是最难了的啦 即使你很快的再找到下一个对象 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怀疑 就是说 我还要结婚吗 我要生小孩吗 我还要跟这个人 谈很久的恋爱吗 我再花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男人身上 值得吗 那可信的吗 那往往也就是这样子 你可能摆脱不了前一次的伤害 无法很快速的建立下一个价值观 就会失去掉很多可能性的缘分 所以很多人在这一关上面 他会选择先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也就是老娘觉得怎么样 就怎么样 然后别人想要怎么样 随便你 如果你认同老娘的价值观 再来找我不认同就滚 就有可能会这样 所以有一点年纪的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这个失恋的这个种类 跟治疗失恋的一些方法 但总而言之都是从自身本身去做改变 包括你自己的价值观也好 检讨自己的问题也好 然后找到问题 找到对方的问题 然后来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 这都好 其实最终都是要填补我们心中失去的那一块 只是方向不太一样而已 这就是失恋的种类 好 那其实今天 其实今天是这样 其实今天的标题叫做 男人劈腿该死吗 但我觉得这标题太重了 就是 太太重了 为什么想要讲男人劈腿该死吗 现在线上圣人不多 不过 就是如果后面重播干嘛 有人有听到的 有点意见好不好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 讲这个男人劈腿到底 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死 这样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原因是因为 我今天看到一个 网路迷音 他写说 有一个男的 到了北台湾租了一个套房 然后呢 他租了这个套房之后呢 他就在这个套房里面放了一台switch 也放了一台ps5 还有两台冰箱 冰箱里面满满的肥宅快乐水可乐 然后有着冷气 什么的 就这样的一个小套房 然后他 每两个月 他就会骗他太太一次 说 公司要派我去北部出差 所以我每两个月 就要去北部住一星期 这样子 所以他每两个月 他就可以出去放风一次 然后就在 躲在那个小套房里面 疯狂的打电动 疯狂的吃零食 喝饮料 都没有人会管 然后 很开心 那这个秘密最后什么时候被发现呢 就是他老婆最后受不了 他老婆就找了真心社 真心社破门而入 就发现一个死肥宅 穿着内裤在那边 喝着快乐水打着电动 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人 所以这个故事是 其实男人的快乐有时候很单纯 单纯到 就女人可能很难想像 就是 只要我打电动 在我存档之前 没有任何人来烦我 爽 就这样 事情很简单 但是 但有时候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好不好 所以如果有人 有愿意 对 想要听一下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就是 男人劈腿这件事情 到底该不该死 我有很 很 政治 不正确的说法 如果你 曾经被人家劈腿 或者是你曾经劈人家腿 或者是 你有朋友 有听说什么事情 OK 欢迎到时候来讨论一下 因为 我绝对有一个政治很不正确的版本 大家会觉得很 我怎么会这样的版本 给大家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件事情 好吧 好 今天就这样 然后 我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直播 今天就是 我把节的聊天室的 就是 放在这里 这里 放上来了 然后 没有 没有要抽奖 没有要抽奖 锅子我要留着给陈天喜的妈妈用 我才有好东西吃 没有要抽奖 好 好 所以就这样咯 今天也录了32分钟 嗯 晚安咯 晚安在这里 晚安 好 有个人 快点 追相 好